好 其实要关注的是新北幼儿园未读事件持续延烧 新北市长侯友宜两度公开道歉 他强调孩子的伤痛是责任 但是家长现在就控诉了 其实4月底的时候就曾经检举 可是新北市府却拖到6月份才来处理 新北市的教育局现在澄清了 有清查过市长的信箱 4月份的1999专线 可是都没有收到相关幼儿园未读的澄清 是在5月15号接获消息之后 随即启动调查搜索 现在国民党智库执行长柯志恩 就提醒侯友宜团队 真的应该要好好的处理未读案 以免烧到侯友宜下半年的访美行程 就像是后院失火一样 参加校园论坛 学生将焦点放在新北幼儿囤 遭到未诱事件 后宜自责两度鞠躬道歉 新北地点数8号启动第二波搜索 约谈彭信园长跟四名教保员说明 复证后分别以新台币2到5万元交保 不过家长指出4月就通报本案 而司法机关5月18号才到园搜索 是否被批示动作慢半拍 连国民党知乎执行长柯知恩都直呼 侯友宜的道歉应该要早一点 他应该是更早一些对于这件事情 当家长的 对家长的因为家长的火都烧起来 最近只有十多名家长报案在学童身上验出 违禁要务更控诉说4月底就检举 却偷到6月才处理 而新北市府澄清说5月15号才接获通报 18号新北市交易局跟检警组成 专案小组发动第一波的约谈 6月后展开跟家长一对一的说明会 只是为何要单独说明是否有摸头之嫌 新北市府回应说是顾及隐私 但就怕幼儿园未读事件 侯友园团队没有绷紧 冲击到下半年的方便行程 那他一个幼稚园 这件事情他就已经被轰爆了 那你如果说台风你人在国外 你又是新北市长的一个身份 那这个部分里面 那个后院吧 不仅是失火 后院大概就不知道疗源到什么程度去了 不论是7月还是9月防美 后院要慎防的可不只有台风 可能还有后院失火 市府必须要脱上处理未读危机 免得让后院选战达得更艰辛 结果现在在台北新北报道 好 其实这一起这个新北幼儿园 未读未要事件案呢 整体事件检调还在厘清当中 但是我自己觉得说 这对后院来说应该真的是蛮伤的 因为非常多的家长呢 其实在这几天的这个社群上面 这件事情一直传得飞飞扬扬 那其实很多家长 他们平常是不看政治新闻的 可是看到新北幼儿园 出现这种未读未要这种夸张的事情 那难免就会觉得说 一定是这个教育局他们督导不周嘛 那整体事件演变 再加上侧翼的带风向 已经成了绿营猛攻侯友宜的剑靶 想请教议员的是 那现在侯友宜该怎么应对呢 他两度公开道歉了 可是其实也非常多的人在批评他说 那是不是说好 只有假日才去跑选举行程了吗 那你平常是不是真的对于市政 比较没有上心呢 因为您怎么看该怎么做 现在才可以往回颓势 避免冲击选情 我觉得公开道歉绝对是正确的啊 第一步他这样子做鞠躬的动作 我觉得是OK啊 就是反正因为的确看起来 这个教育局的督导 以及这个整个事件的调查是 有点延缓才会让火烧的这么旺 其实这个新闻也不是这两天才出来的 大概是在一个礼拜之前 两个礼拜之前 我就看到类似的媒体在报道说 新北疑似有这个胃药 然后安眠药 胃毒的这样子的事件发生 可是到了最近两天才真的火整个烧起 可能一些在群组社团 平常没有在关心政治新闻相关消息的朋友 全部都跳起来 怎么会让小孩子发生这种事情 那当然调查还在进行中 不过说实在的除了道歉之外 侯市长可能应该要做更多负责任的动作 像我们在议会议员的职责 就是针对争议以及重大的民众关心的议题 我们会要求处理专案报告 那专案报告的意思就是 你针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完整的说明 然后甚至还要背询 让议员去问到宝 说每个议员有时间 就是问侯友宜说 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去处理 调查程序到什么程度 那你后续要怎么去反反 其他的幼儿园也发生一样 类似的事件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如果发生在台北的时候 台北市议员的SOP是长这个样子 但是现在我不太确定 侯友宜市长他们过去的惯例 新北市的惯例 还是发生重大时候的SOP是长什么样子 因为这一次未读的事件 专案报告竟然是由副市长来主持 也等于是由副市长来背询 侯友宜市长 就不知道他这一次的这个未读的事件 他身份是什么 因为你现在还是新北市长 你也说你要到最后关头 你才请假全力拼服选 所以市政应该是你最忧心 最关心 然后也最专业的部分 你没有第一线站在火线上面 去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是叫你的副市长来 帮你挡子弹 这怎么说都觉得有点奇怪 匪夷所思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因为像中节那个时候掉币用下来弄到捷运 然后有人受伤死亡 卢秀燕市长也是第一线 亲上火线去面对议员的质疑 然后做背询 所以我觉得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而且说实在的 我觉得侯市长他的让人家佩服 以及专业的程度应该是在市政的部分 如果你可以在这一次的未读的幼儿园未读事件里面 好好的去做一个报告 然后让市民去看到说 你有负责任 然后议员怎么问你都问不倒你 你对整个事件有充分的掌握 然后你对新北市甚至是 你可以在这个 议场上面一定会有人说 你无心事正要选总统 民进党那些人一定会这样搞你 你可以趁机抛出来 如果未来当总统 所有的这个幼儿园 应该做什么样的措施 做怎样的防备 然后只要是有这样 未安眠要未读的这个幼儿园老师 就永远不续聘 而且罪行要加重等等的 身为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都可以提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专案报告 是一个他可以好好的发挥 然后让大家去发现 侯市长干得不错 干得漂亮的一个场域 可是我觉得现在 专案报告竟然是由副市长来主持 让副市长出来谈 那侯友宜市长人呢 我们大家会很 希望他这个时候多一点 在风头上面承担的这个魄力以后 然后也希望他提出来 全国的关于这个幼儿园 未来不再发生这些事的洞见 那侯市长没有好好的把握 我觉得非常的可惜 如果可以的话 专案报告应该 侯市长亲自来主持会更好